雅各见拉班的气色,向他不如从前了。 耶和华对雅各说, 你要回你祖,你父之地,到你亲族那里去。 我必与你同在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, 人生是处在不断改变的状态中, 唯一不变的,那就是改变的本身。 雅各从故宫变成故主, 从一无所有变成拥有群娘、妻儿。 拉班对雅各的脸色也跟着改变了, 他亲和的脸色消失了, 不再像过去与雅各同在了。 因此,不断在改变中的人, 不应当成为我们的倚靠对象。 有句话说,靠山,山会倒, 靠人,人会跑。 靠自己呢,也不行, 因为自己也是人啊。 靠自己如同将房子建在沙堆上, 雨淋,水冲,风吹, 撞着那房子,房子就倒塌了, 并且倒塌得很大。 然而在千变万变中, 上帝却对雅各发出不改变的应息, 他与雅各同在。 神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力, 是人生中不可或切的要素。 他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成以败, 意义与价值。 当年有人问一代枭雄拿破仑, 在战争中若要取得胜利, 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? 拿破仑回答说, 金钱。 那人在问其次呢, 拿破仑在回答说, 金钱。 那人又问那第三呢, 拿破仑又回答说, 金钱。 然而对基督徒而言, 我们一生的得以事成以败, 完全起结于神是否与我们同在。 所以神的同在, 上帝对我们不离不弃, 那才是最重要的。 他不像是人, 往往爱莫能助。 他说成, 是就这样成了。 并且他所赐的是最美好的, 耶和华所赐的福, 使人富足, 并不加上忧虑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 主啊, 你的同在如同烈日下的磐石, 冬天时温暖的阳光。 你的同在是不可或切的, 财富会消失, 世人会离开, 但是你的慈爱却永远长存。 求你湮灭不要看我的罪过, 天天与我同在, 使我保藏你的慈爱, 怜悯恩惠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。 阿们。